田家乐社区因为有志工们的协助支持 才能够将关怀据点办理的有声有色 让长者们获得更多关怀与协助 为了答谢志工们这一年来的辛劳 社区也办理活动 要志工与长者们一起围炉 提早感受春节温馨热闹围 今天的华冬 就是睡末围炉 主要目的就是感谢志工 长期来一年来 来为长辈服务 趁这个年末的时候 大家外面都在办围炉 我们就来办围炉 这些志工和这些长辈 一起来围炉 感谢这些志工 先远如瑞芳对于田家乐社区 长期照顾地方长者的用心 也是十分肯定 所以在活动当天也特意前往 来向社区及志工们 表达敬意 感谢他们的付出 让地方长者生活过得更加精彩乐活 并祝福社区新年度发展 能有更好的提升 我们田家乐这个社区非常地用心 还有我们这些志工 对我们田家乐的热心 的服务 也非常地辛苦 今天也是大家聚一聚 大家煮这个饭菜 很热闹 所以我们很感谢志工 对我们田家乐的支持付出 祝福我们田家乐 一年比一年更好 议长和胜丰肯定田家乐社区 与志工们的用心关怀 让地方长者获得完善照顾 也祝福社区在新的一年 能有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